大家好,我是比星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部纯维一项的电影 混沌威尼斯 故事是这样子的 乌鲁昏成立 一艘游轮缓慢地推开海平面 阳光微醺 在天空与海之间 浴染出一些显异的小色 美德如同一副印象派的油画 只可惜同时爱人的阿森巴赫教授 却无暇欣赏这份美景 越以广化的他 双眼中写满了惆怅与疲惫 无论是小丑般推到鳄鱼奉承的商人 还是违背他意愿 相信在客的宫多拉船夫 都让这趟威尼斯休养之旅 从一开始就带来不悦 但生活总是充满转折和意外 就比如 你们以为我会举个例子 而我偏偏不举 没有职账的船夫害怕被警察询问 钱都不收就开了溜 白票了船票的阿斯巴赫忽然意识到 这帮人也不过是依照他们的行业规则 在讨生活 是自己的负面情绪 左右了对客观世界的判断 于是当打工人索要小费时 他爽快地给了两枚硬币 而不是说下次一定 正所谓好人有好报呀 晚餐的时候 教授终于泄厚了此次旅途的美好 糟糟的宴会厅中 一个安静脱塞的少年 很快出现在视线里 他有着耀眼的金发和象牙般的肌肤 五官似是被维达斯女士的手指触碰过 犹如古希腊雕塑般外媚无瑕 爱美之心人间有知 对于身为艺术家的阿森巴赫来说 更是如此 他知道了少年名叫塔奇奥 是随母亲一起来威尼斯度假 同样住在这家酒店 于是阿森巴赫开始期待 其每天餐厅的相遇 或是在沙滩上 越远观望着少年嬉小玩闹 每一次同美的近距地接触 都带来一种久违的甜蜜感 迎人周深 连焚热的西洛可风 也变得迎人起来 橘涌色的云霞将沉寂的心情煮沸 可视的灵感也兴兴然苏醒 可是电梯外的惊鸿一瞥 却让阿森巴赫伸出几分不安 他忽然意识到 这种情感正朝着另一个方向愈演愈烈 回到房间的他陷入短暂的焦躁 紧握住拳头又松了开来 然后在妻子的一向前 无力地将脸埋了进去 他回想起了曾经与同伴的争执 自己坚持艺术是教育的最高来源 必须为教育做出榜样 成为和谐与力量的典范 可对方却认为艺术是模棱两可的 包括邪恶和病态的天赋 都能成为天才的精神实量 那时的他曾反驳称 只有完全支配并超越感官 才能得到智慧 真理和人性尊严 可如今面对塔奇奥这纯粹的美 却让他开始偏离了立场 他害怕自己会成为 那个被兰博融化的威尔伦 于是在残存的理性驱使下 阿森巴赫狼狈地准备逃离 可来到火车站的阿森巴赫 却得知行李被误送到了别处 这一突发事件 让他的心境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固执地称 行李不到 自己就不离开威尼斯 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一定是上天不让我离开 这样的想法让他释怀 于是前一秒还颜色的脸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阿森巴赫很快踏上了归途 并且表现出了与来时完全相反的愉悦 甚至在回归之后的窗户边 对着海滩上的少年第一次挥起了手 他依然会假装若无其事地接近塔奇奥 少年大概也察觉到了身后的若即若离 那是一种尴尬的相对 他休低着头 给他一个接近的机会 他没有勇气接近 他掉掌声 走了 阿森巴赫倚着墙 心如刀脚 过去根深蒂固的道德观 无法接受这种背叛妻儿又违反伦理的感情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曾经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情景 于是他的目光之所及 蔓延到了塔奇奥的母亲 看着那位优雅的女士 恋爱的替儿儿子扶去沙土 仿佛给自己隐秘而晦涩的暗示 自己对塔奇奥的喜爱 是对失去妻女的一种情感转意 他幻想成为的 只是塔奇奥身边那个缺失的父亲角色 为了证明对少年的执着是爱而不是欲 阿森巴赫甚至来到了一位勾来美人身边 谈则着黑白琴剑 宏观人被赋予了艺术化的圣洁 可那辽缚的媚态 又无论如何都和纯爱搭不上边 想拥抱艺术的纯粹 就必须在道德轮场上堕落 让阿森巴赫表现出巨大的焦虑和抗拒 仓皇桃里的他在酒店外又撞见了塔奇奥 对方礼貌地抱一微笑 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可这笑容却让阿森巴赫的精神领域再度混乱 长意上的他坐立不安 手足无措 枉然若失 终于越陷越深 被感情战胜了理智 抬起头 无可拘懊地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 逐渐接受这扭曲情感的教授 对塔奇奥的追逐也愈加明显 他开始不再掩饰自己的目光 不加修饰地跟随少年的脚步 而与此同时 瘟疫在威尼斯传播的消息也不进而走 在城市街头 阿森巴赫见到了喷洒药水的工人 于是他严肃地找到绝对经理质问 为什么到处都在消毒 对方却打着哈哈 厕所里有人没出马桶 味道很冲 那前几天那个在车站昏厥的人 又是怎么回事 那大概是醉痒吧 咱这自由空气是多么的香甜 事实自然不是如此 好些人告诉教授 夏天是观光的旺季 所以官方封锁了消息 而知道内情的本地人也是三间齐口 因为没有人能够想象 没有游客的威尼斯是什么样子 哪怕脸上带着想而易见的病态 人极力地粉饰太平 热情的游银诗人还弹唱起旋律动人的赞歌 歌词欺负想象和浪漫 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个意思 小手的滑稽表演引发着人哄堂大笑 那笑声中有讥讽和嘲弄 可听到这些阿森巴赫却陷入恍惚 自己过往的艺术生涯和小丑这庸俗的表演又有何不同 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有人的警告 主流的最底层就是平庸 他开始做奇怪的梦 梦中他像个小丑在听众的虚声中退场 而有人则朝着自己咆哮 你的音乐已经胎死腹中 你的假面已被揭穿 智慧真理人性尊严全都荡然无存 这能发挥的声音让阿森巴赫从梦中惊醒 他痛苦不堪 狂热的爱和极度的自卑 彻底冲垮了他的世界观 他意识到所谓的友人 或许是身为艺术家的他 在内心深处分裂出的另一个极端自我 并且在不断争吵中逐渐占据上风 当被世俗约束者的理性意识 逐渐雷若直直消逝 他终于在精神上完全转变 彻底的成为了另外一个人 他放弃了在风尘前逃离的最后机会 并拒染了头发 修整胡须 化上浓妆 想遮掩垂垂老去的疲态 可就像被瘟疫笼罩的威尼斯成 歌舞盛名的假象之下 是腐烂的绰水沟 肮脏的街头巷尾 阴魂不散着消毒水的气味 刺激其人 不过是徒劳无功的挣扎 阿森巴赫终于成了滑稽丑陋的小丑 和他追求的美 千行千远 于是在故事的最后 在热郎震腾的沙滩上 已经病如高昂的阿森巴赫 只能看着美丽的少年 高傲固执地走向大海 沐浴在灰光之下 在夕阳与海风中 伸出手臂直向远方 他绝望地伸出手 想去抓住那艰辛动魄的绝美 却怎么也抓不住了 黑色的燃发剂 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 生命终于被死亡拦截 在阻隔现实与美的鸿沟中 埋葬了灵魂 区别于多数同性题材的作品 这部剧在焦织的爱恋下 有着更为深邃的内核 剧中塔桥的形象 其实并不丰满 除了精致的容貌 和永远得体的微笑 便再无深入地描写 它代表的是 艺术与幻想的完美化身 寄托的是对 纯洁与崇高的全部追求 散发的是一种 纯粹的形而上的美 但可悲的是 这种美在世俗眼光中 是非正义甚至病态的 与性别无关 而是原有价值体系 和道德观念的全面沉沦 于是作为凡夫俗的我 开始隐隐约约明白 为何斯特里 要将画作回之一句 为何曾写下活在这珍贵的人间的孩子 最后却沉浸于冬天 情形死亡 倘若正如瓦尔德所说 人的一生只有两大悲剧 一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而是得到了 那么或许风魔 才是给那些 知识欲美的灵魂 最好的成全吧 好了 那这部电影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我是庄文艺的RB青年笔心 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